各位觀眾,我們現在來到的是貓蘭三步道 其實這個的話就是往氣象局的方向去 那這裡有幾個車位,可以把車停好 千萬不要亂停,因為這個路非常的小也蠻危險的 那如果這裡沒位置,可能就是要往三下停過去 所以我們現在停了車,準備出發囉 可以看到,哇這個建築很漂亮耶 很日式風格啊,拉近一點看看 等一下應該會走上去,所以沒關係 哇塞,很漂亮耶 我們走到這個人生的香車樓靠 往右邊去是往試驗所進去 往左邊這裡是步道 走,我們往步道走上去吧 一開始就是滿滿的階梯啊 往氣象站,貓蘭三步道 往氣象站,貓蘭三步道 走吧 走吧 唷,我們現在走完這個階梯 爬上來之後,開始一段清越野路線 還不錯耶 更有切近山林的感覺啊 更有切近山林的感覺啊 可以看到第一段樓梯其實沒有很長啊 就這樣爬上來而已啊 走上來,哇,要接回了柏妖路 喔,這段光影看起來還滿漂亮的耶 不錯喔 這邊大概繼續往沿著柏路往上走 看起來是還滿好走的啊 貓蘭三步道 哇,這邊展望不錯 哇,這邊展望不錯 其實這海拔看起來不高 可是居然跟對面的山一樣高耶 對面山那種應該都是有一千的了吧 哇,今天山的輪廓都非常的清楚啊 看了就心情很好 可是今天的山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很可以啊 再往前走沒幾步路 我們就現在看到一個涼亭 應該說是觀景台才對 上來看看 喔,可以耶 哇,可以看到整個是樂壇耶 繼續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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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很遠耶,其實 而且雖然現在滿熱的 不過整路都有輸陰 所以還可以接收的範圍 第三個 休息點 嗚!可以耶 視野比剛剛更好囉 來這邊看日出會更讚喔 走著走著,這裡有一個展望點 看看有什麼好空的 這麼多電線讓我會想到說 要不要搭電車下去啊 喔不是,是那個纜車啊 我是在說什麼 各位觀眾,我現在發現到了 這個 魚池啊,真的很多這種蕨類植物 號稱就是台版的 侏羅祭 有沒有,這蕨類真的很漂亮 再來是在 魚池的另外一頭也有看到 這邊也非常的多 哇 還蠻陡的吧 忽然間我們就到了氣象站了 伴隨著旁邊的茶園 到了到了 到了 忽然聽到一段怪聲 欸,你好啊 你哪位啊 沒聲音啊 進去氣象站參觀看看喔 聖誕紅開了耶 很大一株的九重閣啊 空頂喔 空頂喔 哇塞 這裡可以看到日月壇的全景啊 哇塞 好漂亮喔 漂亮耶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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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集大山 這上面的展望實在也太好了吧 水色大山 有機會再爬上去啊 哇 真的很漂亮啊 如果在這種地方上班 好像也是蠻不錯的 這個方向就是往水里 國姓方向 集集大山啊 這邊有 哈哈 這邊都有小超 車坪輪山之前也有騎機車去過 四角山沒停過 九分二三就是我常常在看日出的地方啊 很漂亮啊 氣象局這裡的環境真的很好啊 非常非常的輕優啊 非常非常的輕優啊 不過這個早上的時候應該都是在大農物之中喔 好啦 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邊 貓蘭山步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棒 還蠻輕鬆的 而且唯一缺點我覺得大概就是 車比較不好停 那上面上來都有廁所 來這邊走一走 視野非常的棒 如果天氣好的話像今天 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啊 所以有機會你也一定要來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